最後我們來跟大家介紹這個叫做Sneep Paste 那其實我還會有跟PickPick這個小軟體做結合 但是我們今天原則上我就先介紹這個Sneep Paste的就好 那我在介紹之前我們剛剛講的 在PC上它是免安裝的 34或64你就只要執行這個就好 Mac需要安裝 那麼為什麼要特別介紹它 我先問一下各位 平常如果你在擷取螢幕上的畫面的時候 你都怎麼擷取 最簡單的Windows就是有一個叫Print Screen Mac也有嘛 對不對有一個抓畫面的 但是它抓的預設都是抓全畫面 所以我可能只要局部的時候 你就需要搭配其他軟體 當然Win10、Win7、Win8它有一個剪貼 就一個剪刀的那個也可以用 這是一種方法 但是呢 我來demo一下 它 能夠做的給你看 好不好 來我按一下 你如果直詢了之後呢 你看你的右下角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這個圖 好在右下角這邊有這個圖 然後Mac的在上面 好 它的快速鍵其實就是 F1 鍵盤上的F1 鍵盤上的F1 所以我現在來抓一下F1 好 如果我想要抓這裡 我只要這樣子 拖曳就抓起來了 那麼各位平常在抓 畫面的軟體 應該就是 選好範圍之後是不是就直接抓了 那這邊沒有 你看 萬一你抓的不夠 有沒有還可以調整一下 這樣就有點彈性喔 所以我們要 換個角度想 抓畫面可以有很多創意 這個軟體 讓我覺得 好感動 因為它真的幫我想很多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看 如果你的重點在哪裡 一畫 滾輪 不夠粗 有沒有滾輪 往後退 滾輪 有沒有必須一點 好 再來 這裡 他的箭頭 預設這個比較不好看 我比較喜歡這個 你要跟人家講 在這裡 有沒有 不過粗 滾輪 太粗 滾輪 之後可以調整 再來 你看 馬賽克 這裡 不要讓你看這裡 滾輪 放大一點 塗下去 有沒有剛好 你會發現它都是滾輪滾輪 那麼打字當然可以囉 通常我會加粗啦 然後呢 字體我會選粗一點的 好 在這邊 有沒有你可以像這樣子 那不夠大怎麼辦 你就可以自行在這邊把它放大 這樣就看得很清楚 這樣還可以啦 這裡 螢光筆 一樣的意思 不夠大 滾輪 畫下去 字都看得很清楚 對嘛 太大的滾輪 你只要滾輪就好了 OK 那麼 大家也可以還原 那他比較特殊的是 這裡有個橡皮擦 平常我們橡皮擦通常都在插畫面的內容 對不對 很抱歉 他這邊橡皮擦不是插畫面的內容 他是插什麼 你自己做的 好事 這裡我加了這個 馬賽克 插掉 誰叫你亂加 有沒有 這裡我不要插掉 有沒有都是你自己做的 所以他的橡皮擦是要插自己 剛剛加上去那些數解 那麼最後呢 你看一下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三個功能 複製 儲存 還有這個叫做 丁 圖丁 按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我剛剛常常在做這件事情嗎 有沒有變剪貼布了 變成便利貼 太軟了 滾輪 有沒有要先縮小一點 放旁邊 等到要看的時候再滾輪 放大一點 這樣有沒有方便 你以前可能沒有想到抓畫面也可以做到這樣 而且我告訴各位 在這裡 重新開機的時候還會在 這樣是不是又更有創意一點 對不對 所以你要對的時候 我先問一下 那個 前兩個禮拜 禮拜一的時候 你有沒有去shopping 雙十一 今年台灣不是都加入了嗎 你要付錢的時候要怎麼付錢 我們平常如果是像這樣子 你要付錢 有時候要對那個賬號 你都怎麼看 這裡對不對 切過來這裡 然後再切過去 你累了嗎 你為什麼不能這樣子 要看了 這樣比對資料比較簡單 還有啊如果老師在打成績的話 我自己手上的成績 我就切到學校的版本 然後是不是就 比對一下 這樣是不是也可以 所以這樣比對有沒有變得比較簡單 當然你還可以進來 就可以按右鍵重新標註 你就可以重新再編輯 不過如果你已經標 你已經怎麼樣 就是 打上去了 他這裡就不能再改 好這裡就不能再改 這樣了解了嗎 請問 這樣各位滿意嗎 什麼 我還不滿意 因為他還有其他功能 什麼意思呢 來 各位 我來總複習一下我們今天上的內容 你覺得如何 老師剛才有錄影 要總複習很難 怎麼辦 你看 我剛剛有沒有跟你講 SniPad怎麼用 剛剛有沒有告訴你 你要去哪裡找素材 剛剛這位同學我們有沒有一起合照 這樣有沒有很過分 各位發現一件什麼事情 原來 他有幫你記錄你的結局的記錄 所以我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我怎麼按的 來你看一下這邊 你滑鼠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 應該是求助啦 他的快速鍵就在這裡 我剛剛就在按哪一個呢 就在這邊 按鍵盤上的 鬥點跟句點 你先按F1 就是進入 抓畫面的功能 鬥點跟句點就是往前跟往後 所以你看喔 我現在 按F1 現在是抓畫面 對不對 我按鍵盤上的鬥點 有沒有往前一個 鬥點 只往前一個 再往前一個 句點 有沒有就往後回來了 所以你就可以隨時怎麼樣 是不是可以回到過去 你今天 剛剛做的 他預設 會幫你記錄20個還是10個 你可以自己調整 他裡面有那個參數可以調 所以如果你需要他記的比較多 你就可以自己調整 請問這樣有沒有比較聰明一點 可以喔 這樣就滿意了嘛 這位老師怎麼做 我不滿意喔 因為還有一個 好用的功能沒跟你提到 來我問一下各位 剛剛我們講的 按了F1之後 可以回去對不對 請問 如果你抓圖抓錯了 你要調整怎麼辦 假設我現在抓的這個畫面抓錯了 各位應該知道你必須要回到剛剛那個情境對不對 那個畫面我要重新安排一下 可是呢 這裡不用喔 你看喔 我進來裡面你搭配剛剛那個功能就可以了 假設在這裡 我剛剛抓的畫面我發現啊糟糕 然後這裡我 箭頭做錯了 或是畫面不夠大 我馬上來這裡調整一下 有沒有 然後呢 箭頭做錯了 我就來這邊橡皮擦擦一擦 有沒有發現我可以回到過去 不只回到過去還可以重新編輯 我的畫面我可能來不及 重新再做啊 你了解意思了 我就來這邊 應該要加在這裡 有沒有 加在這裡 重新再把它複製起來 盯起來 有沒有 又是一條好漢了 這樣 老師有偷懶到幾點嗎 我一點都不想要把它重新回到過去再抓一次 我只要這樣回過去就好了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所以這個SniPacer 真的蠻好用的一個抓住軟體 跟大家介紹